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九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文章《曹贵论战》 我们会通过一场战役、长韶之战去了解一个军事家曹贵 在学习文章之前,我们要读书文章 请同学们边读文章边想 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内容呢? 朗读要求、读准字音、读熟练 概括内容的时候,注意这六个要素 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都要写全 不超过五十字 下面请同学们打开书 在书上圈话你认为已读错的字,并标注拼音 按暂停键,朗读文章三遍 同学们读完文章,我们一起来看 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内容? 时间是十年春 作战的地点是长韶 人物呢,文章的题目叫曹贵论战 主人公自然是曹贵 起因是奇师罚我 经过呢,曹贵先是请戒 又和鲁庄公一起论战 还亲自督战 战争的结果是长韶之战 鲁国胜利 大家在概括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把信息写全 注意字数的要求 概括完文章 针对这篇文章的内容 同学们头脑当中会闪现出什么问题呢? 学习中,我们要学会思考 善于提出问题 大家可以按暂停键思考一分钟 我猜想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齐国为什么要攻打鲁国? 曹贵为什么要参与? 鲁国为什么能打赢? 曹贵是何许人也? 曹贵为什么说肉食者比? 文章写了长韶之战 为什么文章里又没有具体描述战争的过程呢? 那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 开启学习这篇文章的文字之旅 首先,老师先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 鲁庄公十年的春天 齐国为什么要攻打鲁国呢? 关于齐国和鲁国 我们并不陌生 在背诵古诗的时候就接触过了 代宗福如河,齐鲁清未了 齐鲁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两个国名 两国以泰山为界 齐国在泰山北 鲁国在泰山南 在今天的山东境内 后用齐鲁来带至山东地区 当时齐国的国君齐湘公 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公子鲁和公子小白 齐湘公昏庸无能 政令混乱倒行逆施 齐国政坛的动荡难以避免 公子小白逃到了举国 公子鲁逃到了鲁国 公元前686年 齐湘公被人所杀 公子鲁和公子小白得到消息后 都想把握机会 回国争夺王位 在返回的过程当中 小白快马加鞭 公子鲁的谋臣管仲 带人在途中截杀小白 管仲射中了公子小白 衣服的代沟 小白倒地装死 管仲派人回鲁国去报喜信 公子鲁自以为 稳超胜券一路慢行 可是等他到了齐国之后 小白已经即位 这就是后来的齐皇宫 齐皇宫结位以后 起兵公鲁 当时齐强鲁弱 鲁军大败 齐皇宫脅迫鲁庄公 杀死了公子鲁 还把管仲送回了齐国 为日后管仲辅佐 齐皇宫称霸 攻打鲁国 留下了后患 在鲁庄公十年的春天 齐国再一次兴兵公鲁 战于长勺 长勺之战是齐国以大欺小 势强凌弱的非正义战争 而对于鲁国来说 则是抵御侵略 保卫国家的正义战争 双方实力悬殊 结果是鲁国以弱胜强 把齐军打得大败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长勺之战 学习这篇文章 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 齐强鲁弱 为什么在长勺之战中 鲁国能战胜强旗 关于这场战争 历史书上怎么记载的呢 春秋里面记载 十年春 人争月 功拜齐师于长勺 仅仅是一句话 而我们今天学的这篇文章 曹贵论战 选字于左传 却要细致的多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关于左传的相关知识 左传是记载春秋时期 各诸侯国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的编年体史书 编年体就是以年代为线索 编排有关历史事件 还有其他的体力 比如纪传体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就是纪传体 国别体 西汉流向编撰的战国册 就是国别体 旧传左传是春秋时期 鲁国史观左秋明 根据孔子编写的鲁国历史春秋 所编写的 所以后人又称左传为 春秋左世传 即左世春秋 它是儒家经典之一 是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著作 近人认为是战国史人所编 这些红色字都是重要的知识点 同学们一定要掌握下来 左传保存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同时它又善于剪裁 叙事清晰 描写人物生动 又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对后代散文的发展 有很大的影响 了解了相关的背景和文学常识之后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结合注释疏通文艺 同学们疏通的时候 一定要看注释 做到字字对译 注释里面没有的 可以结合学过的知识 根据上下文进行推断 还可以利用工具书进行辅助 下面请同学们按暂停键 先自己尝试逐段翻译 然后再听讲解 做好笔记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 奇诗罚我的诗 是军队的意思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要注意结合勾连其他的知识 例如成语 或者我们曾经学过的文言词句 在班诗回朝这个成语里 诗就是军队的意思 在尊师众教这个词里 诗就是老师 罚这个字 在文中是攻打的意思 我们来看 罚左边是一个人 右边是一个鸽 鸽是古代的兵器 字形就像是鸽刃架在人的脖子上 罚的本意就是用武器击杀 后来引申为砍 例如禁止罚目 又引申为征罚攻打 例如歧视罚我 还引申为声讨 例如口诛笔罚 曹贵请剑的请 是请求的意思 肉食者就是吃肉的人 这里指当权者 又和剑阴的剑 注意读音是四声 这里是参与的意思 肉食者笔的笔是浅漏 目光短浅 与初食表里面的先帝 不以臣卑鄙里面的笔的意思 是一样的 问何以战 这里的以 是借词 凭借的意思 和是什么 这句话翻译成 凭借什么 打这一仗 好 那么这里的和 是借词的宾语 这个句子呢 是借词宾语前置 安在这里是 安身的意思 俯改专业的专 是独自享有 那不敢独自享有 必以分人 以 在这个语境里面 就是把 一定是把他 分给别人 对是回答 小会未变的变 是遍及的意思 从这个字 我们可以来看 就是一个人 在前边走 另一个人 跟着在后边走 这里用的就是 他的本意 跟随 牺牲欲博 不敢加也 牺牲这个词呢 是古今一词 现在的意思是 为正义的事业 而献出生命 在文中指 祭祀用的纯色 全体牲畜 也就是祭祀用的祭品 福感加也的加 是虚夸夸大 必以信的信 是实情 这两个福 第一个是 使信福 第二个福 是赐福 保佑的意思 我们继续来看 小大之欲的欲 也是古今一词 今天呢 指监欲 在文中指的是 诉讼案件 虽不能查的虽 在句子里面 是虽然 和我们曾经学过的 虽成本欲峰的虽 意思不一样 虽成本欲峰里面 是及时的意思 这个查是明查 必以情的情 是诚实诚心 对于 忠之孰也的忠 是尽力做好 分内的事 和我们曾经学过的 论语里面 为人谋 而不忠乎的忠 一样 都是尽心竭力的意思 可以一战的可 是可以 以 是借词 凭借 这里边 省略了这个借词的宾语 知 应该是 可以凭借 知 带的是这个条件 打一张 请从 请 是请允许 从依然是跟随的意思 第一段疏通完之后 请大家思考 第一段写了什么内容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 文章是跟战争有关 而这一段呢 还没有开始作战 从时间上来讲 讲的是战前 那内容呢 就是鲁庄公和曹贵 两个人一起分析 好 我们可以简单 理出来是战前分析 具体分析什么 我们 后面再加一 分析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谷知 是击谷进军的意思 知在这里是 不足阴阶 不义 古代打仗的时候呀 要明金击谷 击谷呢 就是打仗时前进的号令 鼓声可以鼓舞士气 金是类似于铜锣的响气 明金表示退兵 其实败祭 败祭就是大败 溃败的意思 持在这里是驱车追赶 下士奇哲的哲 和南远北哲的哲一样 都是车轮碾出的痕迹 当事而忘之的事 在这里指的是车前的横幕 碎竹骑士的竹 是追 追击的意思 好 我们学习的 这个了解过的成语 随波逐流 这个竹 是追 追随的意思 而舍本逐墨 这个竹 是追 追求的意思 这三个字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关于古代的战车 老师找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根据 文中的内容 和这个是 它的意思 去推测一下 这个是 是在这个图片的 哪一部分 好 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刻下查查资料 看你的推测 是否准确 你也可以 多了解一些 古代作战的知识 帮助你 理解文章内容 那请同学们思考 第二段 写了什么内容呢 第一段 写的是战前 那么第二段 写的是这场战役 那我们就可以 概括成 写的是 作战的过程 结果是 大白骑士 我们先来看 记这个字 记这个字 是会议字 左边是一个 盛满食物的器皿 右边是一个人 吃饱饭后 扭头张口打嗝 他的本意 就是吃完饭 引申为 完尽 虚化为已经 还有一个字 跟他比较相近 这个 急字 左边 也是 器皿 右边是 贵坐的人 他的本意 是 正在吃饭 旧食的意思 后来引申为 走近 靠近 接触 就在 就是 等等 我们学习的时候 对于一些 记不住的字 如果了解了 它的源头 学得有意思 又容易理解 和掌握 而对于 混淆的词语 和字呢 我们都可以 运用对比 区分的方法 去理解 那这个 记 在文中 就是 已经的意思 克 根据 已经是 战胜 面对 疫情 媒体中 经常用到 共克时间 这个词 这个克 是克服的意思 公问 其顾的顾 是原因 缘故 和无缘 无故 里面的顾 意思相同 一股 作戏的 坐 是 振作 鼓起 在 而衰的 在 这指的是 第二次 笔节 我赢的 结 是 穷尽 和 竭尽权力 里面的 结 意思相同 赢 是 充满 士气 旺盛 和 热泪 盈眶 里面的 赢 意思相同 南侧 也的 侧 是 推侧 估计 和 变幻 莫测 里的 侧 意思相同 具有 福焰的 符 是 埋伏 的意思 望其 起米 的米 是 倒下的 意思 和 所向 批米 中的 米 意思相同 批米 本意是指 草木 被风吹倒 这个成语 现在指 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 一切障碍 全被扫除 关于 折乱 其米 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古代打仗 战车冲锋在前 步兵 跟随在后 战车一旦被打垮 是不能寻到而行 落荒而逃 车轮的印记 就混乱不堪了 打仗的时候 主帅 在战车上挥动 帅旗来指挥 可以看到这个帅旗 帅旗是全军的指挥中心 帅旗一倒 或 帅旗被夺 全军不战自乱 希望这些介绍 能帮助大家 更好地理解这段文字 那请同学们思考 第三段写了什么内容呢 时间上看 这场战役已经打完了 那就是战后 内容上依然是曹贵 和鲁章公二人在分析 我们就可以简单梳理为战后分析 疏通文艺之后 我们就来梳理一下 整篇文章的情节 题目是曹贵论战 自然这个核心就是论字 请大家按暂停键 梳理结构图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 战前曹贵和鲁章公 论述的内容是 作战条件 战中呢 写的是作战的过程 结果是 大刻起失 第三段写战后分析 结合具体句子 公问其故 我们可以概括为 分析取胜的原因 这三段从详略的安排上 一三两段对话具体 详写论战 第二段主要写战争过程 略写 这节课我们初步阅读了文章 了解了曹贵论战的主要内容 借助注释和工具书 梳理了文艺 希望同学们能够熟读成诵 掌握重要词句 努力做到课内外知识的 牵移和勾连 提升自己利用上下文 推断的能力 弱小的鲁国到底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